小小的兔子和天竹鼠 這些小小的兔子和天竹鼠很有趣 可惜牠們被人遺棄變成孤兒 原來單單在2017年 香港多得2000隻小動物 所以要找新的家 這間寵物用品店 最近和動物組織合作 成立了領養小動物中心 幫一些被人遺棄 體型又夠小小的動物 找個新主人 怎樣開始呢 就是我兩個女兒 一個就是四歲 一個就是六歲 令我想起我小時候 養小動物時的心情 我小時候是一個很耐向和害羞的小朋友 但是一個機緣之後 不知怎樣 養了一些大老鼠和小仓鼠之後 令到我發覺了 人和人之間的相處進步了 甚至大老鼠是會 我做功課的時候 都一定是坐在我肩膀那裡 而是坐在這個位置 那她覺得自己很安樂 小動物的相處之間 令到我領悟了 他們的需要的關懷 愛護 還有我可以給予人 我想一下 應該其實都有很多小朋友 是想有這個機會 去接觸這些小動物 所以是開始了這個 小動物的領養區 我當她其實是我們的旅客 就是一個transitional home 給她 想領養小動物 要先填寫表格 還要通過相關動物組織審批 會考慮申請人有沒有時間 照顧小動物 家裡其他動物的情況等因素 現在領養中心 有兔子和天竹鼠 遲些會有倉鼠加入 除了這些小動物 這間寵物用品店 11年前 已陸續推出 狗和貓的領養服務 和不同的動物組織合作 至今已經超過1800隻狗 以及超過900隻貓 找到新主人 RIDA也領養了三隻貓 兩隻狗 有人發現路邊有一隻小狗 在赤柱 然後發現了這群人 發覺看不到東西 萬聖節那天 突然間我們看著牠 牠又看著我們 醫生說原來是狗仔佛用脈 遲了開案 我們就叫了牠的名字 Pumpkin 然後有一對夫婦領養了 後來還帶著牠移民去瑞典 這件事令RIDA很難忘 每有一隻在赤柱 沒有人要全身塞 臭脫脫的小狗 去到瑞典 在山上奔跑和玩雪的狗 每一個星期日 狗仔被領養時 我們會響一個鐘 每一次聽到一個鐘 其實我們希望 那隻狗仔和家人 插出了一個很特別的愛 和喜樂 對於想領養小動物的朋友 RIDA有一些建議 其實最主要都是清潔 因為小動物未必喜歡 你每天跟牠玩 這是人想要的東西 我們其實最主要都是關乎 小動物的天性是需要些什麼 我們是如何配合 給牠一個舒適的環境 我不可以 你會不會買 我們可以 希望能不能給牠們 我可以 我們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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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